二千年后,蕭若元述往事,论当世,思来者,和大家一起细说太史公,史记 蔡泽少得闲,范追已经听了他说这段说话,但他不立刻说,隔了一会儿他就再跟他说,得闲的时候再跟他说 就说给他听,商君吾喜,民总,怎样做可以好些, 扶商君吾喜,大夫总,其为人臣尽忠自公, 则可怨矣,这些人作为人臣,你说他有没有尽忠就有, 有没有,有没有立到功劳,有, 弘邀是民王,弘邀是民王的众臣, 周民王,周公赴成王,周公赴助成王, 这些人有没有尽忠就有,有没有立功就有, 有是一样, 起不亦忠信府,结果他不但立中, 而且他还是圣人, 因为他的成功是完全的, 到最后来说, 以君臣论之,君臣 结果好头好尾,工业是完整的, 是无可挑剔的,我又问你,商君吾喜,大夫总, 这三个人,可不可以和弘邀周公比呢? 应侯约,商君吾喜,大夫总,佛约也, 那他们三个真的比不起,弘邀和周公, 采责约, 言则君之主, 辞人任忠,敦厚救故, 你,今日你的国君, 就是秦超商王, 那种仁慈法, 那种信任忠臣法, 敦厚,那种念旧法, 性情忠厚念旧,敦厚救故, 对故人那种好法, 其言致与有道之事为交漆, 他的聪明是可以和最有道之事, 最有学问之事, 关系密切得好像交和七一样黏在一起, 如交如七, 因为交和七一起黏在一起, 是分不开的, 因为以前他们不懂得化学, 要用化学方法才能分开, 易不背功臣, 而他们是不会抛弃自己的功臣, 今日秦超商王, 属于秦孝公, 楚道王, 月王府, 秦超商王你的主君, 在那种信任忠臣, 那种念旧, 那种仁慈, 那种对知识的追求, 比起秦孝公, 楚道王, 月王勾钱又如何呢, 应候, 就是犯罪, 当然不能说他的主君是一个很黑薄的人, 但是他也不能说他的主君是秦超王, 楚道王和月王勾钱, 所以他的答复就是, 未知何如有, 那我就不知道, 如何可以比较, 蔡宅若, 金主亲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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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 那三個人又是怎樣,君之設治,你的繼謀, 能為主安危修正, 自亂強兵,你為他 修好正事,自亂世, 強武裝,批患截難, 解除禍患,批除禍難, 解拆這些困難, 港地積谷,增強土地, 增強農作業,富國足家, 令到國家有錢,諸侯的豐一有錢, 強主令到國軍的地位更加強, 專社職令到社職的地位更加崇高, 顯宗廟,國威大盛, 天下莫敢欺其主,天下沒有一個人敢欺負他的主人, 主之威, 蓋震海內, 而人主的威勢是海內都威震了, 功將萬里之外, 萬里之外,他的功勞都是這麼出名, 聲明光輝,傳遇千世萬, 千世傳重, 君屬雨, 你比起商鞅, 吾起民總,又怎樣呢, 其實你的功勞是, 應侯弱不弱,我真的比不上他們, 我們看這三個人, 這三個人,為什麼犯罪說他們比不上呢, 因為商鞅初初幫秦孝公的時候, 秦國是一個弱國, 吾起幫楚國, 楚國那時候弱勢,結果令楚國弱了, 民總就更厲害, 月王是幾乎亡國, 由亡國變成天下霸主, 你犯罪是繼承了釀侯之後, 而那時候秦國根本已經是威震天下, 你犯罪的功勞怎麼能夠和這三個人比較呢, 好了, 於是蔡澤就講他的總結, 今主之親中臣, 不忘舊故, 不若孝公, 杜王勾錢, 其實他沒有說誰比較厲害, 他的主人可不可以比上這三個人, 但是蔡澤就說, 根本他比不上他們, 你的今日秦昭雙王, 親中臣念舊是比不上孝公, 杜王,楚杜王和月王勾錢, 而君之功職, 你的功勞愛信親恆, 那種親密法和國軍, 又不若商君不起大夫總, 你的功勞又比不上這三個人, 然而君之六位貴姓, 你那個權位, 那種貴法,那種威震法, 私家之父, 有錢法, 還多過這三個人, 餵, 而身不退者, 而你還不懂得去找一條退路給自己, 恐還之沉於三子, 恐怕你的收尾比這三個人更差, 這三個人已經很嚴重了, 這三個就是, 這三個人更差那三個人, 就是為什麼, 商鞅是被拘捏, 即是五馬分屍, 這個, 這個吳喜是被人亂刀插死, 民總是死於勾錢之手, 你不怕你的收尾比這三個人更差, 是嗎? 攝衛軍危致, 我是替你覺得危險, 好,這節結束了。